是我一个同事 关系很好 他突然给介绍了 他的街坊 他街坊又带着他儿子 说他儿子搞这个项目 所以你又觉得这事靠谱了 这靠谱 你觉得好像他说的 就是互相帮助似的 我当时不能 我又不图钱 不图点多 咱们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他当时到底怎么说的呢 就很突然 就那个天啊 给我打个电话 突然间你处理一下 我一个朋友要见你 他就是带着他的街坊 是一女的 还带着他儿子 还带着一个 也是专门搞理财的 就谈你这件事 说这个项目很好 为什么 我当时挺纳闷 他怎么会找上您呢 因为他也了解我了 知道你们家手头有钱 对 结果呢 他说真的 我跟这街坊之间 就搞这个 所谓理财啊 都搞了好几年了 就您这朋友 他也投了这个事了吗 不 这回我问他 他说 他儿子搞的这项目 他没投 但是他跟就是 他母亲啊 跟他爸爸什么的 也搞过 搞理财一支 就别的项目 对对对是别的项目 我说坏了 人家怎么没理啊 你怎么理了 他怎么没住啊 当时他一说 我就说坏了 这先真出发 是你看我 搞这理财 跟他们家合作 这么多年 都没出过任何问题 当时我一听 我觉得 好像好心好意 就还给我帮忙来呢 是 您当时听了这事 您还觉得 这个朋友挺够哥们的 对对对 所以回来以后 我跟我爱人 跟儿子一说 但是我爱人 确实很犹豫 因为他本身就是 爱迪雾这人 就是什么事 思想容易反复呢 我这人挺谨慎的 可是我当时 确实实在我 他说没问题 人再又把那小段 给我叫来 拿那么厚达的 都给我看的资料 我就认为 你看你也见过 我的同事 这人确实老实巴交 很忠厚 很真诚的那么一人 我说你让他给介绍的 那这么好的项目 您没想想吗 当时他为什么不投呢 当时我问他 我说你投 不是我的钱 都投在他父母那边 那个银件的 那个理财里呢 他就说自个儿 现在手头没现钱了 对对对 我说就问了他了 他说人家没弱 我说人家怎么没弱 人家不是说 人家也理财吗 他说人家是银件 又我说坏了 您觉得他有可能 会对您说瞎话吗 当时确实没觉得 觉得这是好意思的呢 现在想起了 确实后来 有很多那什么 也有很多疑问 对对对 他心眼太好了 他什么 他听了念的 他不听我的 回想起这事 王女士和李先生认为 这个同事疑点重重 同事为什么偏偏 把小段介绍给自己 这么好的项目 他又为什么不投呢 难道真的是关系好 出于好心吗 从后来的接触中 李先生看出了一些端倪 后来我老上他们家去 就才知道 这结婚是什么 就经常到我这个同事 这朋友家 老去帮忙 就是我这同事 他爱人身体不好 有好多提劳 什么各种活动 就到家里去的特别勤 而且还特别殷勤 是这样吧 所以我就后来想明白点 就觉得可能就是我同事 也想还他这人 请上拿我的字 那我想问您啊 叔叔 就是您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您当时有没有考虑过 这风险呢 那我为什么没考虑 他给我看的那合同 都说得很明白 而且尤其是 这个回稿协议 写得很好 即使用什么这个 我们的钱给的是 北京的公司 他拿这钱 账办理头去 但我当时还跟他说 我这钱给的 同事的街坊的儿子 我说这样 交给你一手里 你是北京的公司的那什么 即使这个钱 我们投到哪 钱回不来也不要紧 我们偿还你 只要到期了 我们北京的公司那什么 就是说您投的 就是说您这个钱 投了之后 可能投于外地的项目 但是呢 钱是进了北京的公司的 一个这个账户 然后如果要说 这个项目要赔了的话 北京这个公司 给您掏钱赔您 对对对 那这等于就是 你有什么保证 他说是啊 我为什么敢在这做 他说我这 压着人 投给的钱的那对方啊 有很多东西 北京 他的地 税也是一个好地方 有他的地 他供责资金 有一个亿 这么多钱 对 工商局有他一个亿 怎么就能 还不了你的钱呢 而且在山西呢 他又两块地 而且他有一大商场 它本身 也有私家车 也有住房 他这很有实力 很有实力 所以北京 就即使 他那项目出了问题 就这些资产也足够 那叔叔啊 他这说的是挺好的 对对对 你有去亲自调查过这些事吗 调查了 你还调查了 我还到山西去了 你还去了趟山西呢 运城 当时看到什么了呢 他带我去 为什么跟你说 确实有那商场 他给出租人 带他去 有两块地 而且呢 确实他私家有车 人家有住宅 都是比较像样的住宅 你是都只光看一个 对对 外面啊 还是说 我拿你账本 我得瞅瞅你 这人名写都是谁的 我这就特想啊 我带你 我拉我开着车 我找一大分 我专门开一车 拉人上天门广场转一圈 我说那天门城楼子是我的 你信吗 是不信 他那个都是正式的那种 有盖章的这些那个材料 他给咱们提供的 看着挺靠谱的